哈喽 欢迎大家回到news8财经起床 哈喽 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 在我们线上是我们的行销专家 我们的老朋友 王文华每个礼拜四的行销专题 这一个礼拜 文华你的题目是 诶 凤馨早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情人节行销 三天前才刚过情人节 没错 诶 你情人节怎么过的 情人节在广播电台做节目 跟成千上万的听众一起过的 你说我 你难道过得比我好吗 我上节目 哎呦 你看吗 我就固定上节目 诶 但我情人节 我有收到 算是包装的还不错的 一小包的巧克力 真的啊 对 我先生送我的哦 那不错哦 但是是我女儿买的 然后跟她讲说叫她送给我 恭喜恭喜 我情人节有收到扣小品单 我觉得我女儿比较知道 要过情人节 真的啊 这样很多的商家 就针对像你女儿这样 年轻人 设计很多情人节的促销花招 对 我们来归纳出三大项 给各行各业的朋友 来分享一下 第一个 情人节或是其他节日的时候 要借由送特别的礼物 来吸引消费者的注意 而且我真的是要告诉所有的这个企业 就是说尤其是所有的零售业者 一定要想尽办法利用节日 或者甚至于创造节日都好 因为你利用节日创造节日 有一些平常不消费的一些商品 或者平常可能可有可无的商品 你就可以利用节日大大促销 没错 所以说要想尽办法利用节日 然后你要送礼物 你要符合那个节日的特性 比如说封印 情人节通常情侣之间都送什么小礼物 巧克力 巧克力对不对 还有什么 玫瑰花 你讲这两样讲对 所以这个花博 有一个未来馆 有听过吧 有 他情人节促销 他就特制了一个玫瑰花心巧克力 作为礼物来送给大家 什么叫玫瑰花心 巧克力里面有玫瑰花吗 玫瑰花里面有巧克力啊 玫瑰花里头有巧克力 那那个玫瑰花可以去吗 特别是南投普里正农会培养出来的 没农药的玫瑰花 因为玫瑰花是只有少数 他就是一培养的时候 是为了食用药的玫瑰花 可以吃哦 是不是 不是 就是你即便没有撒农药 也不代表这个玫瑰花可以吃哦 必须要是特定的 所以说你看 玫瑰巧克力 都是情人节特别的东西 再加上花博 本身又是跟花有关 所以他还把三者结合在一起 很多人就冲着这玫瑰花心巧克力 去参观花博啊 然后还配上 华德星 穿在瑞中 没错啊 对对对 所以未来馆有送特别礼物 除了未来馆之外 汽车旅馆也有送特别的礼物 对汽车 我想今年呢 我特别感觉到情人节 来来来 你知道就是情人节 很努力促销的 通常有几个行业 比如说巧克力 对不对 这种烘焙业者很努力促销 那这种花卉业 这种玫瑰花啦 不能送玫瑰花的话 我至少送什么结梗啦 什么之类的 就是说花卉业也很努力在促销 因为餐厅业推那种情人节套餐 有没有 我觉得今年我特别感受到 有一个行业 很努力促销 来 就是Motel 为什么 他们应该每年都很努力促销 今年有很特别 我觉得过去他们可能没有那么高调 今年呢 是非常高调在促销 他们真的非常高调 同样的 他们用送特别礼物的方法 像送巧克力都已经不够有创意了 今年他们玩呱呱乐 因为前一个礼拜不是才刚炒热透的新闻吗 呱呱乐的奖品有很多 除了他自己的住宿券 休息券也就罢了 他特别送你角色扮演服 什么叫角色扮演服 公主王子的衣服 管家女仆的衣服 男女泰山的衣服 医生护士的衣服 八种造型啊 任你选择 温华你下次调查一下 哪一种角色扮演服最受欢迎 我的猜测是护士跟学生制服 没错 这个五年前 不要说五年前 三年前都没有人想到这样玩 对啊 现在年限真的是 好厉害哦 对啊 所以这个送特别的礼物 特别是要符合你这个时机 这个时节的礼物 然后要大受欢迎 大受欢迎啊 而且呢 欢迎到什么程度呢 你可以直接加价 你就可以把它买下来 你不用抽了 你也不用刮了 卖得很好嘞 送礼要送到新坎里 要送到时机里啊 所以这是第一个送特别礼物 第二个叫玩游戏 好 玩游戏啊 玩游戏现在玩得越来越大了 就平人节前夕啊 这个台湾奥黛利旗下 有一个少女的内衣品牌 叫做十八粉红色啊 她在台中啊 她要促销她的品牌 她就举办一个情人节闯关游戏 你只要跟你的男女朋友来 玩一些游戏 希望综艺节目看到那些 比如说嘴对嘴草莓接力啦 好一个气球夹在两个人之间的 爱的爆爆啊 爆炸的爆啊 你只要过关 你就可以可能得到 一万块的冠军奖金 哦 你听起来好像蛮想去玩的 没有啊 你不觉得我很冷淡吗 都过完这种游戏的年纪了 对啊 我们那个年代好像都是那种什么 谁抱的最久啊 然后谁接吻的时间最久啊 大家不能都玩这种游戏吗 你那时代有接吻 我那时代背后丢手帕就已经很劲爆了 文化 我们是同一个时代的 所以你看现在玩的很大方 很有趣啊 对 就是要想新花招 要想新花招 那几点啊 比如说这个维格 汽车旅馆的龙头啊 他也玩一个游戏 他让你集字 他把他的名字拆成 we go 为格 四个字 那你只要集中两个字 送你休息券 那你集中四个字 送你住宿券 你要注意 就说呢 一定必须是 你跟你的女朋友 或跟你的太太 然后一起去玩这个游戏 所取得的休息券 或者住宿券 你才把它放到皮夹里头 没错 否则的话呢 你的皮夹里头 突然出现了休息券 或者是住宿券 那被发现之后 那以后的情人节 就难过了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哈喽 欢迎大家回到 news宿吧财经起床 好节目现场 我是陈凤鑫 在我们线上的呢 是我们的老朋友 王文华 文华带的情人节的行销 那当然这些手法 都是你在 不同的节日里头 稍微换一些变化 都可以用的啦 比如说送礼物啦 玩游戏啦 这些都是 你这种节日促销上面 最常见的手法 没错 好我们讲第三点 玩游戏啊 现在这种丢手怕的游戏 年轻人没有兴趣 还没刺激 太保守了 对 所以现在这些促销的厂商 未来玩游戏都把游戏啊 玩到甚至到了一种挑战顾客的地步 我们来举个例子 今天礼拜四 昨天 昨天是什么节 不今天啦 今天元宵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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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礼拜一是情人节 对不对 对 所以这个聪明的业者 他就把这两个节日 合在一起玩 怎么说呢 台北灯节 每年大家都很期待 对不对 台北灯节就玩一个挑战顾客的游戏 他说啊 等你这情侣啊 来逛灯节 你愿意上台啊 在众目睽睽之下 分享彼此爱情的故事 比如说 你们怎么认识他 你们交往的过程怎么样啦 他现场有一位钢琴老师啊 他就听你的故事 然后把你们俩的故事啊 即兴的创造出一种属于你们的情歌 好浪漫啊 这个蛮有原创性的 之前没听过这玩法 对不对 所以他把灯节这个东西 灯节他要行销呢 他就想说 我邻近有什么 我邻近有情人节 他把情人节 灯节拉起来 再用一个挑战顾客的方式 进行了行销 好像过年大年除夕的时候 我看到有一台啊 他们的那个特别节目 他们是在小巨蛋举办的嘛 那种什么红白对抗这样子 他现场跟观众说 就你参加的那个观众说 有没有人当场要求婚 对 如果有人当场求婚 而且求婚成功 送钻戒 哎呦 真的出现了耶 对对 对啊 你看到这 所以说现在行销必须要 厂商自己要加码 这好恐怖哦 他同时也要让顾客 让来宾来加码 嗯 这其实跟我们整个社会 其他层面的发展一样 就是说所有的东西都要重口味啊 真的还蛮重口味的 这极性创作还不错 虽然不像钻剑 钻市组啊 那么样子的花费膏 可是还蛮有他的点的 他是浪漫的重口味啊 你这样逛了花灯节之后回家 就有一首你们专属的情歌 都要学的会 好来 同时台北市政府还准备小礼物 那礼物怎么送呢 以前礼物啊 抽抽奖啊 呱呱乐就送啦 现在不行 今年台北灯节呢 你要拿到市政府的小礼物啊 你要凭情侣 两个人一起去领 然后其中有一个人脸上啊 还有有一个幸福口红 这就考验男性啊 敢不敢啊 我现在拿礼物好难啊 对啊 都是想要闻闻你敢不敢 真的 所以说 凤馨现在唱的这个敢啊 其实是现在行销中 很重要一个关键词 那除了这个台北灯节之外 最近有一个艺文活动 大家有没有听说啊 叫做夏卡尔的爱与美特展 对这个展览很 现在的炉火炉土的 的这个正在宣传中 没错 那各位你看 就是说这聪明的行销者 他永远去找临近的话题 或是节日来行销 刚才我们讲灯节去找情人节嘛 那这夏卡尔也去找情人节 那夏卡尔 它是个艺术展 可是呢 他就在这个远东花博流行馆啊 举办一个爱的亲亲的活动 什么意思 顾名思义 大家大家可以猜出来了 只要请你去 两个人亲吻 一分钟 一定要一分钟哦 你就可以得到两张夏卡尔的门票 敢不敢啊 对啊 又是一个想要闻闻你敢不敢 对啊 最后是汽车旅馆 大家知道汽车旅馆玩的是最凶的了 2月14号情人节那天 女生穿比基尼来 前三名就可以得到免费的休息和住宿圈 你知道穿着比基尼走到她的旅馆里面 走到她的拉比里面 不是说进了房间才换比基尼啊 不会 应该只有短短的一段路吧 因为你坐在车上进去的啊 短短一段路也很厉害啦 所以你看这个 不过我觉得不是女孩子敢不敢 我觉得穿比基尼现在还OK 我觉得是男朋友愿不愿意 男朋友跟老公愿不愿意 我自己觉得还OK 对我自己还OK 但你不必想要会看到 我老公说不准 所以你看这个敢不敢挑战顾客啊 也是现在很多行销业者针对 特别是年轻族群啊 所用的一些技巧 所以节日的行销 它当然每一年都有一些固定的 那但是呢 如果在这里面发挥一点点创意 就很容易脱颖而出 这些这个例子呢 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的 要非常谢谢我们的老朋友王文华 谢谢 谢谢